梅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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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姿勢 在雙眼皮手術也越發普遍的今天 用割的、用縫的有什麼區別呢? 術後保養又該怎麼做? 你的疑問就讓動姿勢來回答吧! 縫式雙眼皮適合眼皮薄或年輕的族群 好處是傷口很小 恢復速度快 但較不持久 而割式雙眼皮手術 適合眼皮較厚或鬆弛的情況 不但能移除過多的眼皮脂肪 還能另外處理泡泡眼和眼瞼肌無力的碎形眼 術後效果也較為持久 而術後保養我們可以這樣做 1. 清潔時眼睛使用棉花棒 沾食眼水輕輕擦拭就好 且不建議塗抹眼霜之類的保養品 與眼周附近 1. 避免可能發生的細菌感染 2. 奇怪但隱形眼睛的民眾 建議於腫脹退却至少兩週後才開始戴 3. 術後初期 避免劇烈性運動或提重物 以免眼睛周遭的微血管爆裂和瘀青 4. 飲食方面 避免刺激性食物及咖啡因飲料 並且多補充蛋白質或是膠原蛋白 能加速傷口的恢復 有些民眾會發生消腫後 眼皮嚴重不對稱或出血感染等術後問題 這時一定要盡快回診處理 但更重要的是做好術前醫療評估 才是避免意外發生 降低期望落差的根本之道